发现居然有超过60名的国军现役的志愿役军官 士兵还有士官想要去陪酒卖校因而受骗了 去年12月28号高雄市警方破获一个诈骗集团 专门诈骗上门应征的男公关 就在这群被骗的年轻人中 惊传有数十名的现役官兵 根据平面媒体报道 总共有60几名的志愿役官兵 上门应征男公关 其中20人是打电话询问 另外40人已经缴钱受骗20万到40万元 目前我所知道的人数好像并没有报材那么多 但是详细情形因为进入司法程序 会不会担心影响到军狱或者是军纪的那种现象 外界观感总是不好 国防部低调回应 但不否认有官兵应征男公关 根据了解这个诈骗集团 以高薪跟高级训练教室诱惑年轻男子上门 诈骗学费跟红包 国防部认为 受骗官兵应该是价值观错误才会上当 社会上的这种诈骗的手段 轻轻色色很多 那我们会将这些近期的一些案例 会把它向全国群的官兵来做一个宣导 希望说导致一些他们 不管是价值观 或者是一些理财的正确观念 根据了解国防部已经展开内部调查 但由于遭诈骗的官兵还没有实际担任男公关 难以认定他们违规兼柴 但官兵试图应征陪酒卖校 确实重创影响军方形象 中天新闻刘易钦 高梦柔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